今天一段咸和庄加盟商集体喊话演员陈赫的视频引爆网络 只见在一家咸和庄火锅店门前 一群身穿红衣的加盟商情绪激动 不断喊着还钱的口号 大伙之所以这样做 起因是在5月12号陈赫所属的公司 宣布退出咸和庄股东行列 加盟商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们一开始就是冲着陈赫的明星效应而来开店的 没想到咸和庄火锅店在两年时间 不断收取加盟费扩张到800多家店 导致市场过度饱和 200多家店铺因为亏损而关门 当时我们开了广州才4、5个店 没想到后面开19个店 加盟商们告诉记者 目前很多咸和庄火锅对加盟店都存在经营困难的问题 而陈赫却在这个时候宣布退出咸和庄 这也意味着之后不会再帮助该品牌进行相关的宣传 这让大家难以接受 网上公布的信息显示 当初陈赫以38%的持股成为咸和庄最大的股东 歌手叶一倩主持人朱贞都曾投资过咸和庄 目前都已退国 而咸和庄火锅之所以如此火爆 除了陈赫等名人的宣传之外 还有一家名叫四川至善的品牌管理公司在运营 该品牌也同时运营了不少明星店铺 相关内容在网上一经报道之后引起了网友热议 那么明星店真的有保障吗 明星撤资以后店铺又如何生存呢 记者了解到在贵州省内也有多家咸和庄火锅加盟店 5月20号中午11点左右 记者走访了几家店铺 在店面内依然有不少有关陈赫的宣传 或许是没有到饭点 记者到达时夜店里的客流量并不大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陈赫 它最近不是没有在做的吗 对 在你们店里面有影响 现在在什么 客流量是正常的 会不会对你们的生意有影响 我觉得没影响 很多人其实跟自己问他 他都想吃东西而已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 几位店员都表示 陈赫的宣传目前已经打响了该品牌的名声 而目前他的退出 暂时没有对店里的经营产生影响 随后记者也询问了几名消费者 几名消费者表示 他们最初的确是在相关平台上看到陈赫的宣传来到店里的 不过大家更在乎的是火锅店的服务和味道是否能够一如既往 之后记者也通过电话联系了省内几家鲜河庄的加盟商 他们都表示目前处于正常经营的状态 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说出了他们的担忧 就是因为了这个名声没有在相关 然后才会加盟人 现在加盟人这个品牌 然后现在退出 我们的客人会有一定的担心 另一方面就是说 他都退出了 就是说以后可能输杀 因为他公司输杀 输杀会对这个品牌 没得也好大信心 会不会说以后对我们这种扶持 地图就会减少 很多就是客人都会发电话 我们说是还在这种影响 加盟商们表示 因为省内加盟的店铺并不算多 所以暂时没有出现 像其他地区的饱和经营情况 公司总部暂时没有对陈赫退出的问题 给出详细解释 不过向他们承诺会继续提供相应保障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